quoi! 戴走 下边是 伸鬟出来后接 眼睛� dazu 揚和前面是说们的 练法一样,劲道也一样,就是这个连接动作,有个开合,大家清楚点。 小丑妹过来后,过来后,有个开合动作,完了以后先沉开,对方抓住两个臂了,沉开,往外蓬。 蓬的目的为了上河,下开上河。 蓬开以后,对方抓住两个臂,我蓬开,蓬开以后,然后走一个提膝,河。 这个河的时候,全面对两斤的下面一样,跟第一个眼龙针一样。 然后再插进去,再上河,再开合。 跟前面这个开胸,开右胸,开胸,开左胸。 下面这个大六红之臂,跟前面六红之臂,有些动作一样,有些动作不一样。 这个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严重吹吹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大家非常重要。 一般人收回来,再挤,不对。 还是那个道理,阴阳折叠近。 御收,先放。 对方推我这个,我想合进来的话,我先给他。 而且前面给的时候,前面夹这个房间的时候,命门往后撑,不要现在往前探。 先给他。 这严重吹完了以后,最终往回收。 就是他按着我劲儿大,我终于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让他下沉落空。 落空以后,他往前塞了,落空了,啪,走几近。 走几近。走几近,他这个手捧我,左手捧我,捧我左手。 然后呢,我走驴。 这个驴的话呢,叫上驴下梯西。 大家要注意,跟一般的驴不一样。 就这儿往上驴它,下边加西。 对走。大家要注意,这个走什么时候不要降。 一定走要护内,对不起,这个走。 保护内部。 又不能架,又不能够贴内。 贴内不对,架不对。 架要对人的蓝反关节。 所以要追走,保护内部。 防止的地方反弄。 这个地方呢,是拖他走。 然后,下边的加西。 这个大六公子句。 杨龙的完了,就彭。 御要相给,还是那个道理啊,御。 征的一句,正法相称。 彭,隐,沉,挤。 挤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接菜。 他左手,拿我右手,然后走驴。 走提膝上驴。走膝相喝。 这个里大家注意,刁纳手心。 一点不要马虎。 这个刁纳手心。 有的人,脸成这个样子。 另外,这两个小,两个, 右手右小臂和左手的距离, 基本上是一小一块。 有的人把,给我拉这么长。 我的老师,陈上贵老师就批评他。 说,人家的胳膊是橡皮筋的,你拉这么长。 所以这个肘呢,往里合。 基本上是一小一块。 这个肘往里合。 这是刁纳手心。 这叫刁纳手心。 大家把这劲儿都搞清楚。 这外形和内劲儿,要是完美的统一。 你这样子,这叫什么? 这怎么拿得住人家?怎么刁得住人家? 所以呢,拇指烧子也往里合。 虎口要圆,刺指下吹。 这个呢,肘膝相合。 手,拖它。 拖它肘也可以。 用肘,反而这样拖它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反正是,管它一个肘。 你不管它肘,这肘容易进来。 所以一定要,这个圈呢,一个用肘比较多, 管对方的肘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圈也注意这个。 上面里面让它拔根,下面提膝。 是吧? 让它站过我。 然后呢,我再插档。 在下面里面就是,我先棚开, 它两个棚我,按我两句, 我再棚,加大棚进。 上面棚,下面进。 上面开,下面合,上面插进去。 然后翻过来以后, 又抓过,又合它。 合它以后,然后下踏外连。 外连。 这个下踏外连,这个劲儿。 它刚才,虽然这个倒了,是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这个踏的时候,大家看,我踏它脚跟上。 我这个意念,我的意念就是踏它脚跟上。 然后我把脚跟拔起来,搓起来。 所以这个六红字笔,很多人到这就完了。 不对,没有完。 你应该到这儿以后,还有个下踏外连上挫。 范子这种字都是。 这个驴也是这样,下踏外连。 暗也是下踏外连上挫。 还是咱们讲的走的螺旋径。 走的螺旋径。 所以这个大约公司笔。 这个螺旋径完了以后,先捧。 命能用后撑。 和,双腕和和好以后,准备往上踢它,先往下踢。 然后再往上踢它。 踢它以后,再开左脚,右跨下沉。 这手叼它左手腕,管它右,管它左手。 下边夹西。 抓住两个壁了,再捧开。 捧开的目的为了上和下踢。 眼往这儿看,顺右走看。 掌根踏在耳门下,不要到后边去,也不要太靠前面。 就在耳门下面,指尖在耳门下面,掌根踏。 这个力量最大。这样怎么没力呢? 这太低了,走进不大。 走进不大。所以就把这个力量都搞进去了。 合作。 然后含胸。 根部推展。 下踏外联。 外联中,重心偏后。 这在接单边。 跟前面单边一样。 船长。 手右手。 周周。 这个地方咱们讲过,从下边也可以,要力量磋长。 上面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走一定要坠下来。 因为这时候你看,他可能抓住。 这一走,这个走一定要下踩。 这个走一定要往下踩。 然后再捧出去。 又是一个走细相合。 提膝的时候,这边要下踩。 蹬出去。 靠。 扣脚。 穿掌。 坐腕。 捧走。 这边都不要丢。 先给他走。 穿掌。 踏掌根。 捧走。 列掌。 列掌的时候,这个腕背跟这个掌根相合。 手到左脚上方以后,螺旋下沉。 呼气下沉。 不要到这儿完了。 每个柿子为了保持前后节奏,保持沉稳,保持你这个拳有缓冲时间。 清晨兼备。 开了,放松下沉螺旋往回向前方转。 尽量大腿放平,小腿吹肢。 小腿尽量脚跟脱脂。 不要像跪,跪的话容易伤膝。 这个撑起来,吸脚往里卷。 单边。 这里叫棚圆。 为啥他们俩用成这样子不行。 单边一定要相称半个。 虎口和虎口说上话。 指尖往里河。 就是烧结底河,中结外城,外城。 所以这个两臂形成一个半圆。 虎口成圆。 一点不要含糊。 这是单边。 我又再把它没有讲一遍。 这是第二个单边。 下面呢,再给大家讲一下云手。 刚才讲了,道将红云手都是比较难练的两个式。 这是动作比较复杂。 所以大家要更认真一点,把它搞清楚。 把它大小,动作,尽力,都把它搞清楚。 单边先云手。 第一个动作,先对付右前方。 右前方,有人按握手。 我先,又是,王索尹他先往右棚。 勾手、辩掌、王索尹。 再往左翼。 往左翼。 也是一人眼。 沿呢,看右前方。 这是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对付右前方。 踏掌根。 勾手、辩掌、右翼。 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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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他,再往左翼。 这道中线。 这个拳,陈绍彭老师讲, 有个手。 包手的手。 中叫做中。 就是犯了双开动作之外, 所以往里合的手, 一般要合到中线。 眼前中线。 胸前中线。 腹前中线。 两膝中线。 哎。 里合这个手, 要合到中线。 眼。 这时候, 因为往左上鱼。 右前方的交手对头。 鱼过来不来。 他往前落空了。 他要往后撤。 撤,打回去。 这个劲儿走出来了。 左翼。 右回击。 前面这个动作对付右前方。 后面的动作对付左前方。 左边有情况。 再往这引一下。 上步。 右引左进。 上引下进。 右翼。 然后又是踏掌根。 穿掌坠。 走。 走走。 这手呢。 然后我再说这两个圈是不是动作。 这两个圈。 这两个。 都过来。 都这样。 这交叉步。 三种步法这咱们前面讲了。 咱们教学全部里面讲了。 一个根部。 根部。 一个是盖部。 一个呢是盖部。 对方腿一在下面。 蹬它。盖部。 一个是插部。 插部的摔法。 下部再说。 我先说清这个手。 走这一圈。 这一圈里面有七个劲儿。 大家要得搞清楚。 只有把这劲儿都搞清楚了。 挑越练越精。 老师教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 对拆拳的手。 各个人拆拳的手。 大家看。 对。 现在走到这个动作以后。 然后右鹏左近。 右银左近。 眼看左。 下部动作都看左。 一圈里面有一个比较少。 这个手。 这个手。 川掌。 川掌。 踏掌根。 走走。 走。 横走。 列掌。 下沉。 横歇。 其林。 一个比较少。 川掌。 坠走。 踏掌根。 捧走。 列掌。 下沉。 横歇。 他就对方。 大家看。 按我这俩手。 我先引化。 我先说这个手。 先说这个手。 把手揉金了。 大家再说。 上下再配合。 所以这个手。 先引化它。 这样的话它往我身上开发。 这怎么又不行。 所以先往这儿引化它。 他这个按我这个手。 按我这个手。 引化它。 先顺残引。 踏掌根。 踏掌根为了加大这个力量。 加大肘的力量。 然后再列掌。 这个掌如果裂过去了。 从它那边裂过去了。 或从下部它散开裂过去了。 下部再来一个横歇。 这个字。 穿。 踏。 踏。 走。 踏。 踏。 横歇。 这一个圈里头是七个字。 一个不要丢。 你不踏掌根。 这儿没力量。 你要这么走。 这样走就力量大。 踏掌根。 再走走。 走的走。 走手。 踏出去。 下沉。 横歇。 下了以后。 横歇的腰。 胯。 腹部。 在那儿都可以。 横歇。 这两手交替的。 这样一面。 踏掌根。 很多人都是行为糊涂的。 这样走。 这不行。 把这一个劲儿。 咱们现在今天就着重把这个字讲清楚。 穿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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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掌的时候你不追走。 你说他, 哎, 我这走棚了。 这走不了。 这走不了。 走一队, 你看到吗? 走一队, 他这儿空了。 空了,要走这个走。 然后再给他。 所以穿掌一定要追走。 追走以后, 踏掌根。 踏掌根。 踏掌根一踏, 另一队就来了。 走走。 跟踏掌。 再给他掌。 你掌。 沉下来以后, 横歇的, 打他腰部、内部。 横歇的腰部、 内部、背部, 这里。 两条交替的嘛。 两条交替运用。 这是横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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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圈呢, 匀手这个圈不要盲目。 一定要把它走好。 穿上。 追走。 这个切, 这个跌。 这个穿, 这个跌。 这个跌。 穿。 走。 眼看就行了。 这是上盘。 跟杨龙队一样, 跟道教宫一样, 上下配合。 上半二斤的时候, 下不进。 插。 根部。 插。 登部。 肌肉队。 盖部。 但是在插部里, 就是为了摔。 为什么走这个背部, 也要插部, 也要背部。 对方摟住我了。 摟住我了。 或者摟住我腰了。 我合着手。 我走背部的话, 往后撤。 往后撤。 这往后撤的时候, 我往这边摔的, 就非常容易。 我这盒子很厚, 往这摔上。 很容易。 因为我已经背过来了, 腰队完全是同时发挥。 如果这样的话, 发挥腰队发挥。 这样过来的话, 我腰队发挥了。 所以拳打拳, 不练腰, 终究一步。 关键是腰。 走这个背部, 就是为了加大腰的力量摔它。 对军手呢就是走。 插部, 插部, 插部的目的, 是为了摔上和, 下插, 然后往下摔。 插这个部, 往这边摔。 侧左部, 往左摔。 侧右部, 往右摔。 跟部呢, 是夹大这个力量。 跟部夹大这个手上的力量。 这个, 跟部, 啪, 加大力量。 盖部呢就是, 他前手的腿, 我可以蹬上腿。 蹬上腿。 蹬上腿是这样的。 所以军手呢, 大家要把他, 左手右手都配合。 眼都配合。 手眼, 身反, 身反腿。 腿都配合。 我老师讲得很好。 打拳不是走路, 脚一动就有用。 是蹬, 还是套, 还是扮, 还是扣。 不要想到。 你实在是腿一起, 因为打拳不是走路。 脚一动就有用。 是蹬, 是叉, 是套, 是扮, 是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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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勾。 后勾。 等等, 都要搞清楚。 所以军手呢, 基本上是, 要上一个电话。 下边是高探马。 高探马, 我得, 这个动作比较, 比较, 大家比较好的, 我得讲。 匀手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接高探马, 对付前面, 对付左前方, 根部, 膨胀, 打出去。 根部, 膨胀, 对付右前方。 按照一视多右。 而且呢, 每个视子呢, 顾左顾右, 顾前顾后。 他这个先对付左前方。 根部, 膨胀, 跨。 然后右边又进攻, 右边又进攻, 那么这个手继续往这引, 这个手打回去。 脚那下, 蹬出去。 这个掌要注意, 范子这种掌, 一定要闹在轴窝上。 不要前, 也不要靠后, 也不要靠里, 也不要靠外。 掌根坐在轴窝上, 这都是规矩。 因为这样, 变极可以变极, 马上可以变极。 你如果在这儿变极, 你变不成, 双臂变不成, 不到这儿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走。 掌根落在轴窝上, 这要不要含我。 这个是上引, 右引左进, 手引先靠, 手结终结引, 根结靠, 这有个靠。 靠。 靠的话大家注意, 靠不是抗肩膀, 不扔, 这样靠。 肩、胯, 动了点, 动了点, 让它垂直。 不要这样靠, 这样靠, 抗肩膀不要扔。 肩、胯、动了点, 上身还保持中症, 对于右肩膀。 肩膀。 然后甲膨禁, 肘、手、 脸开, 下踏, 呼气, 放松。 这个动作完了。 然后这边有情况, 这边有情况, 前面有人抓过两个臂, 抓过两个臂, 这有盒, 这边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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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盒。 如果说它, 它这个脚带我的外环的话, 我这样盒住它, 下面那颓, 这边有外扫, 外扳, 往外边扳它, 这个就往前推它, 这又是个摔法。 这个盒好以后, 这盒住它, 它越抓得劲, 越大越好, 这盒住它, 盒住以后, 再推它, 下边扳它, 下边扳它, 不要再摔它。 这个动作我学的时候, 老师把我摔得很烈, 所以印象很深, 下边扳, 上边推, 正好是个角接劲, 是个角接劲。 下扳, 上推, 走左侧的摔法, 左侧的摔法。 高探法是这样, 合, 合好以后, 穿过这个掌心。 它是抓回来, 它收回来, 推出去。 这脚呢, 走弧一半, 推出去。 这高探法。 下边呢, 我们讲一下, 左右插脚。 左右插脚。 右插脚。 先是右插脚, 然后左插脚。 这个动作比较, 比较简单。 但是练的时候, 大家把劲儿也要搞清楚。 合好以后, 推出去。 对方, 按我这个。 这个引进来。 先捧, 又是先捧, 再引。 再引, 两手引过来。 这个手, 上进, 下进, 左下, 左上进, 右引。 就是, 一引, 两个劲, 跟懒懒一的意思一样。 脚蹬它, 上边, 打它。 这儿, 合回来。 过来以后, 俩手他, 按我这个两臂的招。 我往上捧。 上边捧, 把他俩手捧开。 捧开以后, 下边呢, 踢。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有个跪。 你过来, 有个跪。 这段捧的时候, 他如果前面的腿, 插着我, 我当下来的, 我捧的时候, 有个跪。 就过去了以后, 他当, 插着它。 插着一个腿。 我这个腿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上边捧, 下边跪它, 下边往上跪它。 跪它这个腿, 然后再翻来打它, 然后再踢它。 所以踢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个劲儿, 有个特点是, 意念当中, 意领行衰。 意念当中, 注意的是, 脚去踢手。 让脚去踢手。 不要手, 不要手, 去够脚。 当然了, 一般人, 脚我也可以踢得起来, 但是意念有时候不同, 意念的手去打脚, 不对。 这个老师讲得很清楚, 一定要锻炼, 脚去踢手。 意念是脚去踢手。 这是右踏脚。 这些左踏脚, 是上边拍, 下边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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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跪, 上边跪, 上边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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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用了。 但是意念里边不要手去够脚。 就要脚去踢手。 这是右踏脚。 然后直接左踏脚就是, 逢合必开。 下一步准备要合了, 就练了大家都会, 现在给大家讲, 就是会这个圈子。 完了, 又打了脚以后, 这叫合。 合以前大家注意, 逢合必开, 还是折地劲,欲喝先开,欲开先喝,打了以后,腕子放松,小腿放松,甲棚进,准备喝了,反而不是甲棚进,不要,丢劲喝,这不行,丢劲,打了以后,腕子放松,再甲棚进,膝盖再往上踢,外摆脚,上合手。 上顺盒,下边顺摆,都合在斜线上,不要落在一条线上,什么时候俩脚纵向不要落在一条线上,旁边一推你,你看,你试一试,你推我旁边,我肯定站不住,你俩脚一个前一个后,旁边都推你,就站不住。俩脚总期这条线,所以落脚就是一定落在右前方,放松, 逆弹棚,顺弹合,右加棚跟刚才一样,上棚手下跪膝,如果他腿在里边,膝可以跪他,然后再打左脚,再打左脚。 脚尽量提高一点,意念当中的脚去够手,就拍脚面,这是右擦脚左擦脚,然后接着做蹬脚,又是,左脚打完了以后,又是个放松,小腿收回来,放松, 又是个加棚,一定要注意,这个阴阳搭配,阴阳连结,预阴现阳,阴阳现阴,准备要开了,先放松,下沉,放松,再加棚,再加棚,再翻长,再合, 这个走细相和,就跟高砂码一致差不多,上边上一致跟高砂码一致差不多,这个胆穿着,这个是抓开,这个可以推它,这个穿过去,这个腿摆,就是这翻个了,这推一下,我踢的气腿往这摆,往这摆着,这往它走它,所以这个是这样过来的,这样过来的, 这个腿往这摆,膝盖往这摆,手往这摆,这个往这摆,往里踩,然后再左睁脚,下面动作左睁脚,也是这样,一定要,先推了以后,放松,加棚进,然后再合,合好以后,又是御上先下, 御开先合,这么合好了吗?再合一下,握拳,双顺残合,双逆残握拳,再双顺残踢起来,这个腿扎着,原谅我这个腿站不过,你这个腿呢,就是不应该闹,踢着它,顺残合好以后,逆残握拳,顺残端起来, 俩肘捧捧起来,再变逆残,呼口相对,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呼口相对,喝好以后,顺残,逆残,左肘,呼口相对,里下折腕,然后再蹬,然后再蹬。 蹬的时候,这个脚,一样,突出脚跟,大家注意,不要这样的,脚跟突出,横,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先走走,先给它走,再给它圈,先给它走的时候,脚还没蹬,走圈的时候,脚再蹬。 脚的力量,力点在脚跟,左蹬脚,左脚跟,拳呢,里下折腕,不要这样的,这样不对,这这样不对,要下勾腕,突出全面,全面打探,不论它们每一步,发力点在这里。 所以呢,走呢,发尽了一瞬间,完了以后,赶紧走在地上,先走走,横走,眼看对方,先走走,再走拳,走拳的时候,拳倒,脚跟倒。 这是左蹬脚,左蹬脚,完了以后,接这个前堂。 登了以后,又是放松,放松,放松以后,又加腾劲,外摆脚又是倒斜脚,像这样登过来了,落着这个斜脚。 这儿呢,也是登了以后,腕子放松,然后加腾劲便长,外摆脚。 遗哪摆脚? 顺离,顺乏合,逆探棚,走走,优续走走。 提膝,走膝合,登,靠,走,铁掌,下踏,呼气,下沉。 俩手上下和俩脚上下相和,当成员,就是前堂。 下面呢,我们再把基地锤, 它这个尽道的内涵给大家讲一下。 前堂,前堂接基地锤, 基锤后边是二脚脚, 前堂完了后,这边有棚进, 这加棚,它来进,先给进棚,引进来。 引进来落空了,然后开右脚,跟右肩,打过来。 打过来后,这个地方就有个锯的过程。 欲开先和,欲放先锯, 握拳,收腹,吸气,松化,踢钢,踢左膝。 再看,引进来, 这样,打回去。 然后握拳,收腹,吸气,松化,踢钢,踢膝。 这个地方呢,又是个驴,又是个驴,又是个踢膝。 是这样一个,抓住它,抓住它,不是这样就可以。 然后呢,这个,上驴,下灯。 上驴,下灯。 看人家躺这个圈。 躺在这儿,再注意这个地方。 这儿一开,把你盆开以后,就走盆开以后, 然后,这个往上里,这个进这个圈。 就这儿驴开以后,进这个圈。 大家让咱们看。 进这个圈,踢这个肘。 来看。 抓住我两个臂也可以。 这样一个,这个驴, 这一个合。 他抓进驴也好,有合。 合了以后,先给它走,带开。 这往上驴,正往下。 靠大家让咱们这一看。 这个拳呢,一定要捧起来。 这个肘捧起来。 这手是个酒地。 这往底下,这儿挤它。 这儿挤它。 挤它。 所以,这个基地推的不要光往下走。 一般都是,下去一个上了一个,都不对。 陈老师讲了,三道弯,这个圈背往外捧。 轴往外捧。 这个往上跌。 眼看对方。 这个圈呢,当然低了。 能低就低一点,尽量低一点。 这个呢,右太阳穴的右前方,三中弯温左右。 合住以后。 这样合住以后,是吧? 这个可以打它。 走可以击它。 这是一个基地锤呢。 叫基地锤,实际上,肩、轴、腕、背、拳,都有极大的内涵。 这是个裂。 这是个裂。 后边呢,接二膝脚。 就是,基地锤完了后边有情况。 我这个基地锤,基地锤完了,后边有人按我。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有注意。 有人按我,后边按我背,按我肩膀也好。 我先先松一下,我先沉一下。 然后,扣这个脚,扣左脚。 扣左脚,挑右肘,沉左圈。 左圈下沉,踢右肘。 沿往右,往右后看。 过来后,这个腿拌它。 这个左肌它,这个左肌它,这样过来。 就是它没有倒,就是过来这样。 所以过来后呢,这个拳又下踩。 这个左肘离合。 左肘离合。 那么,它左手和右手也好。 它推我这个,推这个劲很大。 它按我这个劲很大。 那这个我就引它。 这个踢起来。 这个踢起来。 它推我这个劲的时候。 我往这儿引它。 压手就可以,硬手就可以,往下引它。 就是这个往下引。 这个往上踢,开右胸。 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它越推这儿越大, 又往后引它。 下边进攻。 下边进攻。 它一再踏后这个腿,我再踢进这个。 二膝脚。 二膝脚。 就是先过来后,这个棚。 因为过来刚才是这样子的。 它推我这个,这个我想下引。 这个踢起来。 它越往后引。 所以这个时候呢,二膝脚它们还能, 就这样咬不对。 这个一头一定往后。 这个时候往后引它。 它越往前摘,正好。 正好踢右脚,拍右手。 当然,这就是我先。 它先引我这个时候,先踢了这个。 这往后,往后踢。 然后再踢。 二膝脚基本是这样子。 正好踢右脚,你比较高一点。 尽量地,俩脚往高地去。 尽量往高地去。 锻炼。 锻炼这种弹跳力。 往里去。 对。 这个手一定往后一点。 他们很多人这样做,这不对。 他往后,他往前。 开左胸。 踢右拳,开右胸。 胸往右转。 打脚之后,胸往左转。 这个胸腰的变化,大家也要搞清楚。 这是二膝脚。 二脚完,这就是护心拳。 就是二膝脚。 按这个。 打了以后。 打了以后呢。 双手。 右脚。 松化。 同时。 下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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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下来以后。 走右驴。 左蹬。 略高后一点。 上驴下蹭。 下蹭。 他这边。 这边有情况。 左前方。 刚才对方正前方。 二脚又正前方。 对方正前,这边有情况。 这边有人进攻。 好。 这沉下来以后。 好,正好。 这个脚的。 蹬开可以。 插一。 套。 都可以。 但是安全式来说, 略偏厚。 这脚略偏厚。 这。 这是。 这个完了以后。 过来以后。 他往后撤。 打了以后。 对方往后撤。 撤的话呢, 就跟他。 他往后撤。 不得意往后撤。 跟他往后撤。 往下蹭。 蹭的时候两手, 他抓住两个臂。 抓住两个臂。 两个臂。 所以又加大蹭进。 下面加大蹭进。 这也蹭开。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这两个臂。 又是借他这个推队的力量。 然后, 对他走。 他还能赶紧揪这个手。 然后, 做这个。 做这个。 他再抓到这个手。 这时候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往下, 往里兜。 这个往上, 往下。 这脚接近。 这个往下。 这么打他打过去。 就是走这样子去。 现在有很多人念的, 就是这样, 不对。 一个往底上, 一个往前下。 这样一个。 正好就是, 这脚接往一。 下、上。 这个上、下。 正好。 直着也好, 趋着也好。 趋着也好。 这是呼应权。 就注意, 我再抽一下, 这是呼应权。 就是, 双眼王力后, 先左边的车。 然后他往后退, 退, 跟着, 捧出去。 压口, 捧出去。 抓住两个臂了, 夹大风镜。 这夹大风镜, 下边蹬上。 然后, 进口。 进口, 他当然肯定从头上这手。 这个, 又理合这个轴。 这个下载。 踢这个车。 这个下车。 踢这个车。 正好, 刚才说了, 就是, 这个往前上, 这个往前下, 打一个, 绞进一点。 这是, 护心拳。 这两个拳一定要, 走这样一点, 这样一点。 不要, 不要走这个一点。 你不要往两往下走。 一往里上, 一往前下, 绞进。 这是呼吸圈。 下面, 这些旋风脚。 旋风脚, 大家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个鹏驴。 这个呼吸圈完了以后, 先往左膨, 先往左膨, 往右驴。 练膝左右驴。 再往右上驴。 再往练左下驴。 往右上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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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驴在这个驴。 驴在这个驴。 它这个驴关, 我们有时候就是驴这个驴。 或者是两个人, 或者是一个人。 一个是左横, 右上驴。 左下驴。 驴。 上驴下驴多多点。 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用法, 驴下来。 驴的下来, 它往上纵。 它不得劲的, 往上纵。 那么上边往上拖, 下边夹锡。 上驴下踢锡。 还是这样的。 或者上拖, 下踢锡。 下踢锡。 它跑过这个时候, 我再加这种东西。 是吧? 外白脚。 这外白脚。 外白脚叫它合住。 合住这个, 这个合住以后, 下边走玄黄脚的时候, 注意一个是问题呢, 说这个脚一定要往里勾。 一定往里勾着走。 很多人都是, 这么打, 这不是错了。 是吧? 是吧? 应该呢, 这个合住以后, 这个往里勾。 用的时候, 低也可以, 高也可以。 是吧? 把脚尖的往里勾, 这个往里勾。 是吧? 正好, 把脚, 脚脚的里侧。 不要, 很多人这样打, 不对, 错了。 不要这样打去。 这个剪刀劲。 就是, 这个左脚里合, 左腿里合, 左手外脸, 正好是个, 是个剪刀劲。 下边低也可以, 用的时候低也可以, 高也可以。 所以, 在练的地方尽量高一点, 低的好弹。 所以, 也是这个也可以。 是吧? 下边。 所以, 一定这个脚尖呢, 往里勾着走, 不要往里跳。 这个剪刀劲。 这个剪刀劲呢, 上开。 上开合, 下边呢, 先合, 再蹬出去。 再合。 施子手。 先大家来看一下, 施子手。 施子手完了以后, 下边接, 又蹬脚, 又是仙家彭静。 大家记住, 范是合的动作, 要开, 一定先加彭静。 而且稍微慢一点, 断了什么呢? 断了周身的骨当机, 周身的彭静。 手双臂往前彭, 双肘往外彭, 背往后撑, 命门往后撑, 当成员, 膝盖里合, 脚尖里合。 当开供合。 蓬就不能再蓬了, 就不能再往这儿加, 然后再开。 范是合的动作。 前面不是也有些这样的动作吗? 双手合要开, 施子手要开, 或者白个粮子要开, 也是一定先加彭静。 大家记住这一条。 加大周身的彭静。 英文太强, 为什么彭静底岸, 才这什么, 把彭子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啊? 因为泰拳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松柔的基础上, 加大周身的彭静。 好像气球一样, 往外彭, 彭子不能再彭, 然后再离开。 所以这个拳呢, 就把周身的力量, 往外膨胀的弹性力, 调动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不要马虎, 先加彭静, 彭子不能再彭了, 然后离开。 你在两膝上方。 下边接这个右蹬角的时候, 准备要合。 又是, 还想不能折对劲, 不能直接合。 这叫开之日再开。 已经开了, 要合。 这样合不行, 一定再加一个膨胀。 刀再撑一下, 两臂再撑一下, 开一下, 然后再合。 合好又现在看右前方。 双岗合, 握拳略下沉。 然后再提膝, 腾走, 给它走, 下口给它吸, 然后再蹬脚。 这个蹬脚跟刚刚那个左蹬脚一样, 突出脚跟。 脚跟那个脚, 拳呢, 突出腕。 拳面。 拳背, 拳面。 拳膝, 拳膝, 突出圈面。 越下口。 蹬哪个脚, 哪个圈力又高, 为了保持身子平衡。 这个时候, 蹬脚的时候, 左右踩脚和蹬脚也好, 往这边发镜头, 身子匀, 老实讲的, 匀水稍微左而偏一点, 为了保持平衡。 这个力量, 身子稍微, 稍微左偏一点, 难怪偏再多, 微微偏一点, 可以。 这个力量为了保持中身, 身体重心的平衡。 这样蹬, 突出脚跟。 蹬了以后, 又是先放松, 再蓬进, 再收回来, 顺缠收回来, 收得付钱, 小腿也收回来。 再被孩子翻花。 孩子翻花, 就是走, 全, 踩。 这个呢, 你抖。 就跟那个, 刚才那个, 那个脚筋一样, 就要抓住两个人。 这个你往这儿走, 这往这儿走。 这往里河, 这往外, 下边, 下边加息。 这孩子翻花。 这个动脚往里河, 这个走, 走, 横开, 全往里河, 合得付钱。 全心降临。 然后, 这个, 往这儿走, 往外走, 这个往里河。 这个往里河。 又河, 又河? 又河 SNAM。 这下边, 体系。 就是海底泛花。 所以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一定是,这个兜子,不要,不要往那里上厨,这个不要往那里下踩,过来以后这还是圆的,这个也是圆的,两个臂都要它成圆,这边呢,下沉,膝盖呢,往里合,不要往里裂,裂唱当了,手饭提膝的时候,都要注意,膝护当,膝盖保护,保护你当部, 避免对方进攻的招务,所以饭提膝,膝盖往里合一点,这个呢,沉下来,走碰圆,这个呢,也碰圆,这边呢,对下沉,踢下来,下边呢,直接横吹,这跟下边一样,就是又是,遇上先下,先沉下,沉下这个变长,这个还是全变长,然后再踢下来, 再踢下去,再上去,应该从这个方向,就是从这个方向往,踢下,踢下,踢下,上路,开,合,开,再开,反正,开这个胸, 再踢下,再踢下,再踢下,这个掌在中间,免贤中间,这个拳在腹前中间,腰在偏上,这个呢,抓回来,半往圈,抓回来半往圈,再打这个圈,这个圈呢,从下而上,都是去,肩,走,圈, 这样,跟节,中节,少节,就像,像上次讲的,像谭吹那样,这样,谭吹,谭吹,这个就是,抓回来,开始左胸,左左和右拳,啊,一个对签劲,公左腿,等右腿,左脚你合一点,不要这样子,啊,你合一点, 饭是,脚蹬出去以后,绕的时候,都往里合一点,连上机会保持,啊,啊,啊,这个拳发完劲以后,走,对,掌根踏下来,啊,这个,半往圈,抓回来,在胸前,啊,就是开,先是开右胸,发完劲以后,开左胸,发劲的时候开左胸,左左和右拳,右拳夺在这儿,基本上,左手,左手夺在这儿, 啊,这儿都去,这就是撤回来 一家人飞机那时候,说到这儿